凌珊有来找过你吗 怎么了 我让她等我回来 陪她完成设计稿 但谁知道我人一回来 她就不见了 打电话也不接 我担心她出意外 别着急 她应该不会有事的 丁文啸 你知不知道凌珊为了等你 在大马路上占了一夜 她就算自己生病 也不想放弃这次比赛 这个女人愿意为你受尽任何委屈 而你呢 你有担心过她吗 还是在你心里 迪爱的上市比临珊更重要 那也是为了迪爱的长期发展 再者说了 不管以后迪爱的发展有多大 永远都少不了你父亲的那一份股权 丁文啸 别跟我抬商场上那一套 我要的是感受 对企业管理毫无意义 我要完成的 是我父亲交给我的一切 严东 严东 起床了 起来 哎 妈 这才几天就要我起来啊 你赶紧起床收拾收拾 给你姐送早点去啊 她自己会买干嘛要叫我送啊 自己买的跟家里做的能一样吗 行行行行行 等我刷牙起点就给她送去行吗 妈 要两份 为什么要两份 你姐一个人在店里啊 那我陪我姐吃行吗 臭小子 严夏 天都亮了你就休息会儿 我累了自然会休息 你怎么跟我妈一样啰嗦 严夏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我没事儿 我肚子疼我去个洗手间 严夏 你 严夏 你没事儿吧 我 我没事儿 一定是严东那个臭小子给我下毒了 他是你弟怎么可能 你要是肚子疼 我带你去医院 你 不用 我一会儿就好了 严夏 你别强撑着你出来 严夏 严夏 要疼也看看时候 怎么老是这么着急的时候呢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撑到明天 姐 严冻 我姐呢 在里面上厕所 她说她肚子疼 我怕她 不用怕 她老这样 动不动就肚子疼 老这样 嗯 我觉得她就是太累了 我和我妈都习以为常了 不行我带她去医院 丁总 我上个厕所你喊什么喊啊 姐 人家这叫关西你 你再说话把你嘴封上 我知道你嫌我暗眼 妈给你做了早饭 快吃 走了 你真的没事啊 没什么事情丁总 别大惊小怪的 吃早饭 喂 周琴 什么 社稷部全体辞职 好 我马上回公司 兵夏 我要回趟公司 你要是不舒服 你别强撑着 你去医院 你回去吧 社稷部全体辞职 可爱 你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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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留下来有什么意义呢 就算牧总监辞职了 那公司也不会亏待你们 丁总 这不是待遇的问题 这是向心力的问题 牧总监一直尽心尽力为DI 可结果呢 却被一个毫无经验 没有经过正规学习的言下所取代 这完全违背了我们对公司的信念 公司现在是特殊情况 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DI的首席设计师都用特殊情况来处理 那我们这些手底下的人呢 就更不用提了 蔡宁 丁总 我们都去意已决 您就不用多做挽留了 蔡宁应该处理得差不多了 该我出场了 我已闻懂 我想以股东的身份召开临时会议 希望您能参与 听说设计部的同仁集体辞职了 丁总 是不是有这回事啊 的确 在两个小时前 那你怎么不通报董事会 还是你想隐瞒什么 我并没有想隐瞒什么 我只是在想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那该怎么处理呢 丁总 请大家放心 下一季样衣的设计 明天就能完成 设计部集体辞职 并不会影响这次的发布 既然丁总这么有把握 那如果 我带领我的团队 也一起请辞呢 来 莫臣 你是公司的首席模特 也是公司的股东 你这个时候请辞 不是致公司的股东利益于不顾吗 文董 我是不想成为丁文啸的阻碍 许莫臣 你别忘了 迪埃也有你父亲的心血 我从未忘记 这一点我时刻铭记于心 就算我辞去公司模特的职务 我依然是迪埃的股东 我只是想追随我的设计师而已 不可以吗 各位股东 我会尽快提出此丑 相信你们还有很多事要讨论 我就不参与了 丁总 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 诸位股东请放心 请大家允许我将发布会往后推延两天 模特的事情我来处理 你的意思是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我可不希望再出现任何状况了 许莫臣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一切不会都是你安排好的吧 你要是非得这么想 我辩解也没有用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难道你真的想要父辈的心血 都打水漂吗 迪埃的原创可是我父亲的 我当然不想了 那你就是因为慕麟珊 你想报复我 丁文孝 你现在讨论这个问题 还不如去解决当下的问题重要 至于我想做什么 应该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吧 我还有急事 别耽误我 我告诉你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你休想影响敌爱上市 我乐见其成 我也相信你的实力 丁总 丁总 周琴 把发布会勤俭的日期 推后两天 然后通知所有的经销商 还有 让宣发部门 把入场布置的时间 推后两天 然后告诉我 是 丁总 我已经帮你跟慕总监 争取了很多时间 我们一定要做到和爹的新品 同时发布 嗯 许先生你放心 我们已经在进行了 喂 喂 五香 你赶紧帮我联系一下 你熟悉的模特公司 我现在需要二十五到三十个人 你们DI集团不是有模特团队吗 你这么做 许莫诚不反对啊 许莫诚带着他的模特团队辞职了 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 我们事后再聊 好 行 你先别着急 我现在就帮你联系 王总 杨仪已经开始进行 发布会的地点由你决定 好的 这个由我来处理 除了原有的经销商外 我还希望 您能邀请DI原有的客户 名单稍后我发给你 好的 没问题 这个 我会亲自拜访 那最好不过了 这个华丽的战场 主角要正式登场了 唐总 你们进行到哪了 已经接近尾声了 行 细节的部分你们可以继续进行 至于原先模特的尺寸 可能要做调整 怎么这么大的变动啊 我回头再跟你解释吧 我会尽快将新的尺寸交到您手上 因为丁文校的私心想强占了DI 所以我想请各位帮我一个忙 抵制DI的新品发布会 麻烦大家 转告身边的模特朋友 尽量不要去参加DI的发布会 让这些无良的商人 永远滚出我们的时尚圈 你跟他们多说一下啊 对 这种无良的事 这种无良的事啊 咱们模特的要赢了 要赢了DI集团 尽量抵制DI 不要接DI的任何活动 计划 千万别接他们的活 行 那我就不废话了 你能不能帮我调三十个模特 现在没有 那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好 嘿 Jones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有急事 你们那边的模特团队现在 还有没有模特 那这样吧 我现在不需要三十个 你现在能帮我找到几个 DI的发布会现在急需 好 谢了 来 凌晨 设计稿改好了吗 绣改好的已经交给蔡宁 去提前制作样衣了 剩下还有两张没有改完 大概需要两个小时来完成 完美 我们肯定来得及 DI的发布会不是马上就要开始了吗 我们怎么可能敢得及 当然来得及啊 DI现在没有模特 就算有了样衣 尺寸大小也不同 还需要反攻呢 莫辰 你辞去DI的职位了 不只是我 连同整个模特团队 莫辰 我们不只是好事的股东 我也是你的专属模特 虽然感情上不能相伴 但是工作上总可以相随吧 先别急着感动啊 你现在还有一小时五十分钟的时间 加油 其实 我最想成为你专属的守护者 但当你知道这一切 是为了夺取DI的主导权 你一定会恨我吧 丁总 所有的经销商 我都已经联系过了 请柬部分的时间我也修改好了 至于会场 他们已经开始动工 不过我跟他们场地单位协调好了 可能需要增加一点费用 好 没问题 还有 你请HR立刻发布一些消息 找一批新的设计员工 还有模特儿 是 丁总 我说你累了就回家休息 干嘛非要这么坚持啊 要不是我拉开你的手 你的手就废了知道吗 我答应过唐总 就一定要完成 暂时停下你手边的工作吧 为什么要停 停了不就完不成了 就算你现在完成了 也全部都要重新改 为什么 许墨城带着迪爱的所有模特儿 全部辞职了 原样仪的尺寸都不能用 新的模特团队我已经请人在找 等新尺寸到了 你再开工吧 那发布会呢 我已经跟股东会提交了申请 往后退了两天 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吧 不用 我在这儿休息就行 家里的床不是更舒服吗 为什么非要在这儿 我就喜欢在质疑铺待着 我知道了 是不是那天你非要出来找我 你和你妈 我跟我妈没有任何事情 特别好 言下你不适合说谎 你就别撒谎了 走 回家我陪你跟你妈道歉 丁总 你现在没事找事是吧 你现在却只会火上交融 好 你现在说你不需要我 那咱们现在就走 那好吧 等发布会结束了 我再陪你去跟你妈道歉 这不就对了吗 行了 那你好好休息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喂 周琴 帮我定分外卖送到消失光年 来吧 我今天要联系你 看我我也是 我特别的 这些人 你也不知道 你一直想去哪里 你能干吗 你还是要去哪里 你怎么能干吗 你还要去哪里 我还是要去哪里 你还要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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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夏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终于完成了 我马上送到灿宁那儿去 谢谢你 定山 闻笑 这是这一季的设计稿 这次 我融入了当下所有的流行元素 这次的时装秀一定会圆满的 怎么样了 我联系了很多家模特公司 都说我不参加迪爱的活动 闻笑 你是不是最近得罪什么人了 一定又是许莫乘考的位 如果没有模特的话 那迪爱的发布会不是泡汤了吗 我再想想办法吧 谢谢你 无效 没有人能阻碍迪爱前进的步伐 没有人能阻碍迪爱前进的步伐 喂 孙总监 我想向您寄调些模特 怎么 丁总想调换迪爱线有的模特 不是 许莫乘请辞了 这个时候有人事变动 对迪爱的名声不好 这个我了解 所以我也是逼不得已 才来请您帮忙 这个我得考虑看看 孙总监我们在上眼上 如果迪爱这次发布会成功 对于我们未来的合作 也是一种宣传 虽然迪爱现在有人事变动 但我相信 绝对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利益 我相信你们要进军中国市场 你肯定也调查过很多公司 我们迪爱是最有潜力的 好 我就帮你这一次 只有给他们之间 等等 听一些比较不公司 醒了记得吃点东西 还有 多喝点水 没想到 这个丁文啸 还挺体贴的 汤总 这是新的尺寸 麻烦你了 交给我吧 嗯 记得完成它怎么样了 已经完成百分之八十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能跟迪爱的新品 同时发表 切记 千万不能马虎 嗯 我会严格把关的 旭先生 这点您就放心吧 这一次呢 非常感谢有你帮助 如果不是你呢 牧总监是不可能重为迪爱的 您太客气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这玩意嘛 还挺合胃口的 还好这个傻闺女 懂得照顾自己 虽然吵闹 但彼此都关心着对方 这就是所谓的家人吧 这就是所谓的家人吧 呦 吃饭呢 干嘛 干嘛 丁总 你走路都没有声音吗 你不知道这样很吓人吗 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怎么 你做亏心事了 我能做什么亏心事啊 不懂得节制 全部吃光了 那是因为我饿了 再说了 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 新的尺寸 OK 修改幅度不大 嗯 尺寸也差不多 我应该可以完成 妈 肯定是居校是过年了 去哪儿了妈 看我姐去了 我怎么会去看她呀 我就是出去散散步 呦呦呦 总是口是心扉 您不觉得累啊妈 我知道你担心我姐 大胆把爱说出来 哦 爱你个头 我说你小子 你能不能别一天到晚 这么瞎混哪 我没瞎混哪妈 你误会 不 我对我人生是有规划的 什么规划 说了你也不懂 说不说都一样 你现在跟你姐一样 学着拐弯抹角的 骂你妈我没知识 是不是 不是 妈你误会了 我没那个意思 那好 我问你啊 我一二你懂吗 不懂 那不就得了吗 你臭小子 看我怎么收拾你 元夏 你觉得你妈很凶吗 干嘛突然问这个 因为听你描述你妈 我觉得 所以 所以好奇想知道 我跟你这样说吧 我妈呢只是外表看起来凶 但我知道 她是特别地关心我 只是她碍于颜面问题 所以装胸来掩饰自己 既然你都知道 你干嘛要跟她吵架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是我们家独有的相处方式 而这种相处方式 才能显得我们家更热闹 的确是挺热闹的 丁总 你们家是怎么相处的 自从我爸去世后 我们家就没有任何人了 对不起啊 我 没关系 我已经习惯了 丁文夏会这么孤僻 原来是没有家人 这些年 她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喂 唐总 杨总 已经顺利完工 可以请模特过来试穿了 谢谢你啊 唐总 别那么客气 丁下那边怎么样了 需要我过去帮忙吗 丁下这边也差不多了 我马上召集模特过去 好 喂 孙总监 马上召集模特去试穿 唐总那边已经完工了 好 模特马上就去试穿 好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可以完工了 嗯 王总 一切都已经办妥了 现在 就等着发布会之后的秦工业 莫辰 做得非常好 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我正式邀请你 加入我的公司 以后我们长期合作 王总 您太高看我了 我怕您会失望的 怎么会呢 这次的合作不就很圆满吗 那是我们各取所需而已 我真正想要的 您给不了 迪爱这季的新品被击退 文霄就能远离眼下 回到我的身边来 祝是把你取得 你不能的 海洋 现在也很精彩 远离眼下 封灯 你不想被准备了 知道了 那是有点吗 擅长 有点吗 有点吗 这些天辛苦你了 我不辛苦 如果没有你跟唐总的帮忙 我不会有现在的成绩 我帮什么忙 如果不是你 我的作品不可能在台面上展示的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 还得市场说话 如果你的销量合格 你才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设计师 丁总 谢谢你啊 如果不是你 我不会有现在的机会 该说谢谢的人是我 你还记不记得 当初 如果不是思琪 让我做了D.I.设计的衣服 剽窃了D.I.的设计 咱们两个 应该没有机会坐在这里喝酒吧 是啊 当初你还诬陷我 说我偷了你的钱包 不还你钱包 你就不跟我签约 直到我调监控找到了钱包 我这才洗清了罪名 现在想起来好多事情都不可思议 对啊 对啊 哎 丁总你知道吗 其实 这几年我都有一项D.I.投简历 可是 一直都没有得到回复 当时我就觉得啊 可以进D.I.当设计师 是天方夜谭 谁知道 谁知道这种天方夜谭就发生在我身上 这人世间的事情总是让人琢磨不定 人的相知 相遇相惜 也总不按常理出牌 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丁总啊 这话好像泡妞的时候才会说吧 泡妞 不好意思啊 我喝多了口误 其实这些年来我从未泡过妞 一心只有商业计划 和怎么让D.I.上市 那 沐总监呢 他 他是我父亲给我安排的结婚对象 父亲安排的结婚对象 都什么年代了 还要父亲安排结婚对象 我一直都认为 跟一个人谈恋爱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而且这几年D.I.上市波折不断 所以根本没有心思放在恋爱上 为了不让父亲失望 所以我才没有拒绝他的要求 可是说实话 谈恋爱到底是种什么滋味 我自己也不清楚 今天轮到我演一下好好跟你上一课 你谈过恋爱 你甭管我谈没谈过恋爱 听好了啊 其实谈恋爱这种东西呢 是多巴胺的化学反应 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呢 你会很期待跟他见面 会莫名地开心 会有说不完的话 我还是习惯那个说话一针见血的顶文笑 丁总啊 你刚刚是笑了吗 有吗 其实你笑起来挺迷人的 丁总啊 你不要每天都那么酷 这样会没有朋友的 人呢是群居动物 你不要让自己活得那么孤单 时装秀的所有事宜都已经准备好 现在就等着击败言下 大获成功 这不是我的做事风格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我尊重你的决定 打给许莫辰说什么呢 万一他又给我挂了怎么办 他不是想知道严下的近况吗 那我去打探一下眼下的情报 不就和他有话聊了吗 诶 这大晚上的你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 用不着你管吧 我说你怎么总把我的好心当驴肝肺呢 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放心 我很安全啊 诶 你长得可不安全 你看 要脸蛋有脸蛋 要身材有身材 我要是个歹徒 这一大备夜 看见你肯定会去逮面 你要是歹徒的话 我一只手就能把你掐死 你死些你 他该不会又去找许莫辰了吧 不行 我一定看个明白 一个女孩子你喝那么多酒干嘛 喝多酒对身体不好 谁说我不会喝酒 我今天喝多了是因为我开心 好 开心 开心 丁文向 其实你是一个暖心的大男孩 你 你就是没事别老耍酷 不招女孩子喜欢 但是你别担心 会有小部分女孩子喜欢你这样的 我知道 你在我睡着的时候呢 给我披外套 给我点了外卖 这些都是体贴的表现 最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聆听 还有呢 还有 还有 还有什么 严夏 丁文向居然会被言下 看来两人进展得挺快啊 今晚肯定会有事 你自己去找严夏干嘛呀 你自己去找严夏干嘛呀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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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什么 我听不懂 你没有谈过恋爱 当然听不懂了 我怎么没谈过恋爱 我这不正谈着呢 谁啊 我怎么不知道 就你啊 我呸 我才没跟你谈恋爱呢 我要谈也是跟许莫辰谈 那 那我的 初吻怎么算 沈玉叙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初吻 笑死人了 谁敢笑 我打死他 我 你走走看 我告诉你 你对我只能幻想 要想东真阁啊 没戏 你 你要去哪儿 汇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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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谁汇报情况 汇报情况 眼瞎 你不可以喜欢丁文笑 虽然她笑起来很帅 她也很绅士 但是 但是她 她还有婚约在身 你不可以当别人的第三者 也不可以介入别人的感情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不可以啊 沐尘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很快 丁文笑就会离开迪埃了 丁文笑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 只要有机会 她就会奋力一搏 沐尘 都已经成了定局了 她还有什么机会啊 丁文笑如果完成这一季的销售额 那么我们之前的计划 就全部破局 所以我必须要防她这一手 喂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啊 丁文笑和阎夏两个人进展神速啊 进展神速 是啊 今天丁文笑她背着阎夏回到了萧氏光年 而且阎夏一看就是喝多了 你想丁文笑她肯定 你懂的啊 谢谢你啊 你不用跟我客气的 只要能帮得上你的忙 我肯定会帮的 我这边还有事要忙 改天再聊 好好好 那你先忙 丁文笑 相信在你心里 已经有选择了 好 我愿意 尽一路 原下 原下 你不可以喜欢丁文笑 虽然她笑起来很帅 她也很绅士 但是 但是她 她还有婚约在身 你不可以当别人的第三者 也不可以介入别人的感情 不可以 确实不可以 难道 我也喜欢上炎夏了 应该是错觉吧